大家好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属于在最近的半年里面特别火的一个街道 叫粤海街道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科技园的大楼 属于在科技园偏北的位置 比较早期的一个大楼 因为这个地方有限高 所以说它的我基本上航拍位置是在120米以下 所以说刚才科技园大楼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先粗略的先环绕看一下 这个航拍位置是在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的上空 然后转一圈 我们先大概的看一下 因为这块不能飞高了 好 这块我稍微要挺一下 这几栋大楼一定要注意 这几栋大楼是非常牛的 这几栋大楼的话是叫科兴工业园 是深圳腾讯几乎大部分的研发 包括大家知道的王者荣耀刺激战场 他的研发包括你们的GameMaster网管都是在这个区域 科兴工业园 基本上80%以上都是腾讯的人 好 这个是在科学院的北部 好 我们又重新看来这里的话 这个是叫科院北路 科院北路 属于科学院偏北的位置 科院北 还有科院南 科院南是偏核心的 大家不要看腾讯的大楼 那都是属于展示的 真正的研发开发的 都是在这个楼里面 这一大片楼里面 这两栋楼是新的 前面有几栋 基本上到晚上90点钟 在马路上依然会发生拥堵 人和人拥堵 所以说这个地方人还是很多的 这个小楼 这个小楼 叫TP-link TP-link 大家肯定听过 就是那个D-link TP-link 包括华为 这些都是做这种交换机的 这边楼还并不是很高 这个楼 未来可能还有很多楼 还会拆迁 有什么什么的 这个高的楼 这个楼的话 这个超出我们视频的借鉴了 这个也是比较新的楼 叫汉京大厦 叫汉京大厦 然后这个是叫海王大厦 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这里有两栋楼 这是在地铁 深圳地铁一号线的深大站的上面 这两个楼其实蛮早期的 很早期的楼 但这两个楼 现在我之前也去看过这里 有没有同事想要租住在这里 我就去看一下 去探探路 这里面现在基本上 有好多三房四房的 都被人隔成了 一个三房 能隔成六到八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话 大概是在2600到2800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点印象 知道这个地方 这里的现在房租是蛮高的 很老的楼 非常老 然后能看到对面这个区域 就是深大 深圳大学 深圳最早的唯一的大学 现在又另外一所 但是深圳大学还是不多 深大 这里有体育场 好 这个楼也是刚刚修好的 叫深圳地铁大厦 深圳地铁大厦 后面叫储能大厦 高新区综合服务楼 这些都是 但是没有我刚才一开始 派的这个楼那么早期 很早 就是最早的楼 对 这个地方 就是叫科院南路 科院南路 最高的 呆个尖的 像个一个笋 它就叫春笋 滑润的办公大楼 也是比较性 也是最近两三年才盖起来的 这个非常具有低标性的 对 这个楼的话叫迅雷 迅雷 大家肯定听过 迅雷大厦 还没有竣工 迅雷就是做下载的 那个 再说一下华润春笋附近 那边目前的话 现在是禁飞区 所以说蔚来等它禁飞区取消之后 我再过去给大家航拍一下 下面我们要看一些慢慢一些比较牛的企业 这里是朝南 这边是海边 远处是海边 也是香港 那边 雾有点大 那边香港 春笋 然后那边春笋附近 就是总部基地 这里我们就停一下 这里一些重要的企业陆续就会出现了 之前为什么越海街道这么火 第一家企业看好了 叫中兴 中兴 ZTE中兴 ZTE中兴 5G先锋 ZTE中兴 因为我下班从这过 所以说能看到中兴现在确实加班 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这是实话实说 然后刚才说的这里是迅雷 然后 这里看联想 联想这是挨着圣诞路的 下面的 这是这条路 这条路就是深南大道 属于深圳 比较漂亮的一个城中心的一条路 就是从东到西 这是一条很宽很漂亮的路 大家如果来深圳可以从这条路上开车感受一下 还是因为这条路吸引了很多的 年轻女性 最后留在了深圳 深圳的男女比例还是女性是远高于男性 联想 联想这很明显是一个早期的楼 很早期的楼 竟然还有这么大一个停车场在他旁边 楼挺漂亮的 好 然后旁边这里的话看 这里叫创围 这个是做电视的 当然也做机顶盒 然后TCL TCL的话 惠州的厂务也去过 TCL现在已经转型 去做一些偏液晶 然后一些略高科技的地方了 然后创围的这里一定要注意 创围本身的名气没有那么大 但是最近的越海街道名气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大家注意看 这里个标 小蓝色的 天蓝色的 这里有一个叫大疆 我现在用的这个无人机 就是大疆的 叫这个Mavic 2 Mavic 2 Pro 就是大疆就在这个楼里面 就在这个楼里面 然后后面在修的这个楼 叫做光企蔚来中心 然后旁边的这个楼 创为半导体设计大厂 这都是很前端的 光企中心的话 大家如果说看中国好声音 包括湖南台的一些 我是歌手 一些激光的一些表演方面 就是舞台上的一些激光 都是由这家公司做的 他正在建起的大楼 这个光企 然后这里还有一家公司 也得要注意 这家公司也是很牛的 这家公司叫麦瑞 麦瑞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医药医疗行业的华为 这是另外一个 未来不知道会不会被怼 但是这个公司的话 也确实是非常厉害 麦瑞麦瑞 麦瑞前面这里 叫非亚达大厦 非亚达大厦 再往前是康家研发中心 再往后 再往后 我们因为高度限制 然后拍到那么远 然后再往后的话 先建科技大厦 长虹 四川长虹 那个长虹 长虹科技大厦 朗诗大厦 这边的话 还有我们也看不太见了 因为这边的话 是属于深圳偏东的位置 深圳偏东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所以说沿着一边的话 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好的企业 然后靠这边这些位置 有一个叫金碟大厦 金碟 就是做金融软件的金碟 我们无人机下面这个区域 就是叫长城大厦 长城大厦 这里有无数的商业公司 我们现在未来的话都会去拍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这是从深圳客厦的大厦 然后我们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终点 我先挂绕一圈 等未来的刚才看到的 包括华润 那边是叫总部基地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那边包括阿里巴巴 然后恒大的新的总部 也都是在附近 包括有很多很多的很大型的企业 在那里都有他们的办公大楼 越往海边 公司越牛 就是越牛的公司越多 好吧 我们也希望看一看再过多少年之后 科技员会变成什么样 会不会变成无数的摩天大楼 好吗 拜拜 做时间的朋友 拜拜